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好 非常高興能夠來到這邊 我接下來其實會想要大家先幫我一個忙 就是如果手上有能夠掃描QR Code的相機 或者是有能夠連上網路的設備的話 先幫我連到這個網站 它叫SLIDO.com 連上去之後它會要你輸入一組數字 警號不用輸入 就是輸入01018 也就是今天的日期 那在輸入之後 你會到一個匿名的一個聊天室 那這個匿名的聊天室有一個好處 就是說我一面在講話的時候 大家就可以一面想說要問我什麼問題 或者在接下來的幾位講者在講的時候 如果你有想要問他們的問題 那也都可以在這上面來提出 那因為我們知道說大家如果要舉手發問 難免會可能打個六七折 就是比較禮貌 但是因為大家都在滑手機 也沒有人知道是你問的 所以通常匿名的時候 我們可以收到比較有意思 比較有挑戰性的問題 那就請大家想一想要問什麼 那我待會在演講的時候 如果你看到別人提出的問題 你也想要問的話 那只要按讚就可以了 那按讚的數量越高的 它就會越浮到上面 因為我知道這種兩個小時的連續講座 大家大概聽到第二十分鐘的時候 就會想要找個什麼東西來按一下讚的衝動 就那個影頭就會開始出現 所以我等於就是在這個手機上面呢 先讓大家有一些東西可以按讚 那這樣子我們最後在座談的時候 以及我演講到後面的時候 也會切換回來 然後看看大家關心什麼事情 然後呢我們再來對那件事情去進行探討 那就像我們主持人所說的 今天我們收到世界經濟論壇說 台灣是四個超級創新國之一 那意思就是說 我們在這邊碰到的社會問題 我們不會把它當作 只是公部門要解決的事情 或者只是公民社會要解決的事情 或者只是私部門要解決的事情 而是不同的部門就可以加在一起 群策群力 那在比較沒有那麼創新的社會裡面 或者是在上個世紀的台灣 我們大部分想到公共部門的時候 我們想到的是像這樣子的一個圖形 可能有一群朋友很關心經濟發展 那他們可能跟左邊的那個繩子結 可能像經濟部 或者是立法委員的相關的委員會 有比較好的聯繫 然後會施加一些想法或壓力 但是在意社會公平的朋友 或者是在意環境保護的朋友 也許在另外一邊 然後他們有比較熟的一些其他的局處 或者部會 或者立法委員 他們也會施加一定程度的壓力 那我們在中間大家比較看不到的 就是我們專業的事務官團隊 那就是不斷地要在這個壓力中間 去試著去找到一個平衡點 那這當然是很大的挑戰 但是這個模型在最近這個世紀 尤其是在社群網路出現之後 其實是受到很大的挑戰 因為一方面大家不再需要公部門 或者代言人來幫忙組織了 只要大家想到一個好的梗 好的hashtag 在社群網路上面開一個正確的粉磚 忽然之間十萬人就很容易組織起來 所以其實不太需要政務委員 或者立法委員來組織大家了 那第二個事情是說 新的事情實在太多了 所以在這些創新發生的時候 我們很難去生出各種各樣新的部會 或者部門來處理 所以如果公部門還是想要當這個 組織仲裁者的角色的話 那就會變得非常的 這個被繃得越來越緊 那為什麼我們能夠被叫做 社會創新的一個國家 就是因為說 我們當每一個新的狀況發生的時候 政府現在問的問題跟以前是不一樣的 以前是問如何組織起來 怎麼樣去做仲裁 但是我們現在問的是說 好 那大家立場不同 有沒有一些價值至少是一樣的 那這是第一個問題 如果大家找得到一些共同的價值的話 有沒有可能想出一些新的方法 照顧到這些價值 讓大家可能雖不滿意 但是都可以接受 我們只要不斷地問這兩個問題 我們就可以結合社會各界的力量 然後一起來解決問題 其實這個對於公民社會來講 並不是一個新的觀念 從我很小的時候 像我母親當時有參加 就是主婦聯盟的組成 那個時候大家就已經覺得說 即使是在相對威權的那個時代 大家還是可以透過環境教育 可以透過消費的力量 可以透過彼此的集結 等等的這種合作社形態的思考方法 然後慢慢地去改變大家的一個觀念 那又或者說像血汗兒也是同一個時期 那這個名字本身就是一個創新 因為用一個新的方式來稱呼社會上的群體 大家就會覺得說 這些朋友們是有可以貢獻的地方 而不是好像只是單純的 所謂的弱勢而已 那當然在環境跟友善 就是農法方面 即使是以公司形態經營的理人 當然也做了20年以上的這方面的工作 那最近他們也在做 好比像說塑膠袋的完全可生物分解等等 都是非常領先在政府前面的 所以我這邊要講的是說 第一個台灣已經有很長的這個傳統 第二個它並不限制在合作社NPO 或者是公司的形態 每一種形態都有人在做社會創新 那當然我們到了最近幾年 我們就發現說 有一批新的社會企業出現了 這批的社會企業 他們的想法並不是什麼都自己做 而是結合我剛剛講的 已經有二三十年傳統的 這樣公民社會的力量 然後一起來把一個結構性的問題 去進行翻轉 所以他們做的事情 可以說是社會設計 或者說social design 那這個意思就是說 它不是只是解決社會問題 達到公益目的 在過程裡面 它希望盡可能讓社會上 各種各樣的人都可以參與 所以舉一個例子來講 有一個叫點點善的社會企業 目前好像正在西門町 就是運行這樣子一個天賦城市的計畫 那他們想要做的就是把 大家對於可能坐著輪椅 然後在街上賣東西的 接賣的朋友們 對他們的印象能夠加以翻轉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對於接賣者朋友們的印象 在此之前 常常是受限於三件事情 一個是說資訊比較不平等 大家不太知道說 賺的利潤到底去哪裡 這個企業的責性上面比較不透明 那第二個就是說在客戶關係 就是CRM上面 它的形象可能比較不親民 可能它的互動方式 比較是說 可能先生小姐行型號啊等等 這樣的方式 那你第二次第三次去 它的互動沒有進一步地去深化 那當然第三個就是說 他們在進貨的時候 可能比較難跟便利商店 去拼那個進貨的量 所以這樣子賣的東西 不管是衛生紙口香糖或其他的 它的商品也未必有很好的一個優勢 所以呢在這個社會企業它做的事情 其實是結合現有的 像有一個叫人身百味的另外一個團隊 他們專門就是做生活照顧跟職能的訓練 又或者像說有很多做輔具的朋友們 能夠重新想像那個輪椅 把它變成電動的 一台這個很厲害的車子 不但能夠做行動支付 還有一個很大的液晶螢幕 可以輪播廣告之類的 反正就是把它弄成看起來很潮啊 那第三個就是說當然跟地方政府去結合 像台北市要推廣公平貿易 所以就讓這些朋友們多一些公平貿易的 不管咖啡或者茶等等的這些新的貨品 能夠讓大家覺得眼睛一亮 但是我覺得他們最厲害的就是 這是一個石頭湯的精神 就是說在什麼都還沒有 根本就只有這張草圖的時候 他們就直接把它放上群眾募資的平台 然後請大家一起來共襄盛舉 當然它有些回饋的一些紀念品 那這些所有大家看到這些畫作啊等等 都是由喜漢爾所畫出來的 所以其實這些喜漢爾朋友們 他們看世界的角度 跟我們不是很一樣 但是反而能夠讓人留下更深刻的印象 所以群募當然很快就達標了 但是這個就像湯姆利賢記裡面 那個粉刷牆壁的故事一樣 如果你已經出了錢 你就不會想到它失敗 所以它募的不只是資金 它募的也是idea 募的也是想法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在群眾募資平台上面 大家就開始不斷地去想說 在沒有無線網路的地方 這些朋友也許可以變成網路的熱點 那又或者是說 如果你的手機沒電了 現在常常出現這種情況 你看到這些朋友在西門町 你就可以放上去 它幫你快速充電 那過程裡面再幫你 泡一杯公平貿易的茶或咖啡 跟你聊聊天等等 那甚至下雨了 大家注意到前面這個櫃子 其實是可以放一些折叠傘的 所以它也可以變成社區的愛心雨傘 提供的地方等等 所以隨著大家在線上這樣集思廣益 忽然之間在不知不覺之間 大家對這些朋友的看法 就從好像變成比較是需要照顧的弱勢 變成是很好的企業的合作夥伴 那這樣子的合作夥伴 就是用一個我們叫做商務拓展 就是BD的這樣子的方式 或者說所謂的供應鏈的方式 來看這些朋友 而比較不是用所謂CSR 或者是說做好事的方式 來看這些朋友 那這個在促進就業的想像上面 其實就已經有很大的貢獻 先不管這個計劃 本身能夠提供多少就業機會 只要每一個在群幕平台 提出過這樣子想法的人 扭轉這樣子的既定印象 那這樣子新的就業機會就會出現 那當然就是說 我們現在隨便在台灣去找一個人 在街上問說 社會企業它的定義就是說 它有明確的社會使命 它可能在章程上都已經揭露了 它有一個服務或者一個產品 能夠去做市場的營運 那另外它每年去揭露說 它對社會造成了怎麼樣子的正向的影響 所以不管是使命 營運模式 還是影響力都能夠兼具 那這樣子的話 大家覺不覺得是一個好主意 五個人裡面有四個 按照新展銀行跟聯合報願景工程的民調 五個人裡面有四個會說 當然是好主意 而且他願意 不管是一家購買 投資等等 都是非常願意的 但是去年的數字是說 那如果你就追問說 那不管是合作社 NPO 還是公司 能不能夠講得出一家社會企業 以及它的使命 營運模式跟影響力是什麼 五個人裡面有四個人講不出來 所以這就是我們目前實際的狀況 就是一個叫做不明覺力的狀況 就是雖然我不太明白 但是我覺得它很厲害的這樣一個狀況 可是這個其實是對於 大家對於社區的具體的參與跟了解 不一定有那麼大的幫助 只是說為什麼我們要推出社會創新行動方案 那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提高這個認知程度 那大家可能知道我們在台北市 就是有一個叫做當代文化實驗室 就是本來的空總的基地 C-Lab 那在裡面的一個角落 就是建國花市在一邊嘛 我們是在另外一邊 有一個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是C-Lab的五個實驗中心之一 那我們在去年開幕的時候 就是這是它實際的樣子 那所以這是我的辦公室 我們每個禮拜三從早上10點到晚上10點 都是在這邊辦公 那這個地方呢 當時是有上百個全台灣各地的社會企業家 一起去想像說這個狀況 這個當時還是一片廢墟的情形 到底怎麼樣把它弄得更好 所以連這個空間本身 也是大家共同創造的產物 像這個足球場也是在喜漢兒的畫作裡面 然後再有一點點扇去找設計師把它具象化 所以就讓大家一踏進來 就有一個創意無限的這樣一種感覺 那所以呢當時大家就許願了 放了非常多的天燈 那我們能夠做的事情 就是確保所有的天燈都有被接住 好比像說有朋友說 每天都要開到半夜11點 因為每次參加完活動之後 就是一定會想要繼續聚一聚 那大部分政府營運的空間 大概六七點就關門了 很不方便 所以一定要開到半夜11點 所以每天都開到半夜11點 假日也是一樣 又或者說有朋友說 一定要有廚房 一定要有咖啡廳 甚至還有專屬的主廚 因為有很多社會企業 它的產物是農產品 那你從外面看 其實看網頁也看不出來 它跟什麼別的農產品有什麼差別 但是有一個會說故事 還會寫城市的主廚叫史達魯 那他就是我們的靈魂人物 因為他就可以透過直播 不斷地去把這個食物後面的故事 去揭露出來 而且參加這些活動的時候 其實聽到什麼論點 大概過一個月就忘了啦 但是食物好吃的話是會記得的 所以說大家覺得食物很好吃 但是下個月就還願意回來這邊 繼續參加我們的活動 那也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朋友們希望我每個禮拜三 都在這邊跟大家一起討論社會創新 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 已經一年的時間 我都在這邊有所謂的office hour 那這是我們辦活動的實際的狀況 所以任何朋友們 只要覺得自己在做的事情 對於永續發展目標是七項目標 任何一個有能夠讓永續的經濟 永續的環境 永續的社會 能夠變得更好 都可以免費來使用這個場地 這不是只是給所謂的進駐團隊 這個場地就是給大家的 那在我就是辦了這樣子的office hour之後 我就很快就發現 會實際來找我的朋友們 如果不是住在雙北 那就是住在高鐵站旁邊 意思就是說 其實勝策制定看起來很開放 但事實上完全是被高鐵的路徑圖 這個所影響 那我就想說事實上這樣子不行 然後賴院長也提醒我說 其實最多社會創新發展的地方 很可能不是在大都市 很可能是在各個不同的鄉鎮市 縣市等等的層級 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 我也開始沒兩個禮拜二 我就去像這邊應該是在花蓮 然後去跟實際可能住一天 那至少一定會待一整天 去跟當地的社會創新者座談 那在我們座談的時候 同時像台東或更偏遠的地區的朋友們 也可以透過視訊加入 但是最重要的可能是說 所有12個相關的部會 全部都在社創中心在空中 意思就是說 我不管去哪裡 等於大家都看得到 我看得到的這個情況 而且在地的朋友們提出來的問題 以前你寫一個公文 可能公文被A部會推給B 推給C再推給A 但是因為現在12個部會 都坐在同一個房間 而且這個房間就看起來 就是很溫暖友善 還有好吃的東西的情況下 所以大家就會比較願意 幾思廣益 然後比較不會推來推去 所以任何朋友們只要一提出 一個新的挑戰或新的問題 那我們在場的這12個部會的朋友們 就會立即地去回答 然後最多最多在兩個禮拜之內 就會給大家一個書面的答覆 所有的這個討論的過程 都是透明公開在網路上的 那這樣子的設計有兩個好處 第一個它讓專業的事務官的專業 真的被看見 有名有姓地被大家看見 那第二個是說 如果這中間有任何需要責任 需要吸收這個風險的地方 那都是由我吸收 所以任何這個可能就是出錯的問題 都是唐峰的錯 那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其實大家是相當願意創新的 所以我們在這裡面 討論了非常多事情 那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就是非常快 一張一張簡報可能一句話帶過 第一個是說公司法11月就即將上路了 那以前公司都是只能以營利為目的 現在如果你在章程裡面寫清楚 我就是50%要做社會公益 甚至99%要做社會公益 甚至像尤努斯型態 100%就是要做社會公益 那這些都是可以的 只要講清楚就可以了 那另外就是393條說 那你就可以用商工憑證 在經濟部的網站上面 具體去揭露說 到底你這家公司在做什麼 不管它的公益報告 不管是它的章程 所有這些部分 都可以在主管機關的資訊網站查閱 目前就已經可以查閱了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們發現很多創新的想法 其實是會挑戰到 既有的行政命令規則等等法規 所以我們就推出了一個 一站式的服務網 叫sandbox.org.tw 任何人只要想要違法 任何人只要對法律有更好的意見 都可以直接在這個上面來提出 那這樣子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說很多時候其實它只是需要一個 本來的函室的廢紙 或者本來的個案被擴集到通案了 它只是需要一個法規的調整 但在此之前並沒有公開的方式去做這件事 所以公務員都很怕說 那我是不是圖利誰啊圖利誰 但是因為現在是一個公開的一個方式 所以我們就可以透過 好比像說國發會對於平台經濟 或者是金管會對於金融科技 或者是經濟部 目前好像剛剛一讀通過的 對於無人載具 所有的這些想法 大家就可以去有一段實驗的時間 可能是為期一年左右 大家就可以做這些開一開飛起來 或者是航行一下就到陸地上 等等的這些新的東西 那這些東西都會給 就是從地方政府的需求出發 媒合到這些想要創新的朋友們 真的有一年的時間可以違法 這裡違法的意思就是 讓法規按照你的想像來進行實證 然後讓大家都能夠看到 也讓立法委員不需要去管一些 他沒有第一手經驗的東西 就是最重要的目的 那當然如果實驗成功 包含是商業模型等等 它可以擴大到兩年 那它可以challenge 它可以挑戰的是 每一個部會的每一個法規命令 不過我每次講到這裡 法務部就要有一個業配說 但是你不能實驗洗錢 也不能實驗資助恐怖分子 因為就是我們都知道 洗錢跟資恐會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不用實驗了 但是除了這兩個之外 別的都是可以的 所以意思就是說 即使是法律需要修正 立法院需要花到四年的時間來修正 在這個過程裡面 這個實驗都還是可以繼續 那當然當法規命令修正頒布之後 那這個就變成我們新的法規命令 也就是說我們是用社會創新 來帶動法規的創新 那有些具體的例子 也許待會在QA的時候 可以跟大家進行分享 所以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我們就是把社會企業治理 跟環境各方面的力量 全部都引到創新上面 然後也用這樣子的方式 來讓台灣的創新 能夠去不是只解決 我們自己的問題 而是透過聯合國永續 發展目標的這個索引 我們在明年會請金管會 把上市公司 它的企業社會責任等等 都用SDG的方式來進行編碼 這樣大家就可以一眼就可以看到說 到底大家在台灣正在智力解決什麼問題 也讓在地需要資源的朋友 能夠更快速的去進行媒合 那所以如果對這個有興趣的話 我們所有的社會創新行動方案 包含我們的融入校園 我們融入外交等等這些 以前大概都沒有的這些新的這些做法 全部都在網路上 也非常歡迎大家能夠 就是在網路上面搜尋社會創新行動方案 然後就會有一個一站式的地方 能夠去進行討論 在這邊有五個相關的問題 有一個是完全是一個數字 這個大概就不需要回應 好 那有一位朋友問說 這個有些 剛剛有一個跳過去的是問說 50%的意思是什麼 這個是非常好的問題 其實呢 有一些是說 至少50%的盈餘 它是不能夠去分配回去給股東的 它必須要重新再投入這樣子一個使命 那像尤努斯形態 是100%的意思是說 如果投資者投資100萬 他最多拿回100萬 賺到一定101萬的那個1萬 就得重新投資投入回來 所以這基本上就是用公司的形態 在做NPO的事情 那像這樣子的想法其實是蠻創新的 那以前的公司法呢 這個股東大概就可以告這個企業主了 但是現在只要大家約定 在章程裡面寫清楚 甚至是協會或者基金會 都可以去變成控股協會或基金會 去控一家公司 然後透過特別股 透過法人股東的方式 來確保這家公司 不管怎麼增資 都不會去溢託它的社會使命 那這個在以前是最多透過股權捐贈 給協會的方式來做到 但是我們今年就正式的有一套方法 讓不管是協會還是基金會 都可以把它募款的這個部分 跟它實際上有在賺錢的 產品線的公司的部分 讓它就是公開 然後也讓這兩個能夠partner在一起 所以就是收捐款的部分 跟收投資的部分 有一個很明確的法律上面的一個 從屬關係 然後也可以一起去做 責性上面的一個揭露 那所有其他的部分 我想我們就待會在對談的時候 我們再來處理大家的問題 那在過程裡面也很歡迎大家 聽到之後講者的講題的時候 也再把問題往上面放 那現在就先講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 谢谢大家